全身沾滿血在秘密實驗室毀滅後獨自倖存的神秘少女 醒來後首度接觸到外面的世界卻遭到追擊 南韓動作片魔女首部曲時隔四年推出續集 改憂22歲的新人生石雅主演 這也是李中碩退伍後第一部作品 她留起中場法全是秘密實驗室的負責人 透過戲劇煉幕人氣灿紅的蒲恩斌 則是睽違九年回歸大影幕 京多美四年前以新人之姿出演魔女首部曲 被封為怪物新人 後續在離泰院克拉斯大紅 而這回接演的生石雅首度演戲 更被視為是京多美的接班人 歷經三次試鏡從1408人中脫穎而出 魔女一號金多美也會回歸魔女宇宙扮演關鍵人物 該片在15號韓國上映後熱賣6700萬元的台幣票房 也是韓國三大戲院的預售冠軍 即將在台上映讓影無興奮 TVBS新聞成員紅平台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